我们来看到赖清德是赢得了这一次的大选 于是我们说解放军这一次在春晚 作战部队是第一次亮相了春晚 还拿着这个枪 舞台上还能看到新式的战机坦克 潜水艇导弹等等的这些影像 受到大家广泛的讨论 与此同时 美国或者是台湾方面动作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有一条消息大家可能忽略了 美军可能会在时隔66年之后又重回金门 这个是根据美国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 美国会从2024年起派美军顾问 常驻金门澎湖陆军两栖营 并且不定期的驻训各特战营 为什么很紧张 大家看到金门到厦门的距离 不过8公里 而且美军这次派出的是什么 隶属于陆军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 如果是他们驻扎在澎湖 金门 马祖等地的话呢 主要执行的任务就是 海域的巡逸 然后越界渔船的驱离 水文的侦查 运捕护航 海上救难任务等等 这条消息带给亮哥也带给大家 亮哥觉得美国是有 因为我看了一下新闻其实很少在报这个事情 您觉得是美国刻意的有在低调的进行这一件事情吗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一直都在说改变现状是不可以容许的 那这个66年之后美军又来了 66年之前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那么这一次您觉得算是改变现状吗 中国会对美舰开炮吗 我跟你讲啊 这个新闻是2月5号台湾就登出来了啊 那美国并没有怎么报导 那我也不知道台湾为什么会登这个新闻 因为联合报自由时报都大灯特灯啊 尤其是联合报 那自由时报这个是绿媒啊 他也灯啊 那这个第一个啊 他是用一个灰色地带了 因为基本上他是不定期的军事顾问 六个人一个小组啊 所以你美国要说这叫驻军吗 美国就会否认 他说没有啊 他们没有常驻啊 他们是不定期的去金门走动啊 那事实上你刚列出来的那些功能啊 什么越界渔船驱离水纹侦查 那通通都不是啦 我跟你讲他们来就是要 来训练使用无人机的侦测 而且是极小型的无人机啊 目前传出来就是那个大黄蜂啊 风型的无人机啊 那那个也是做侦测用 那其他我认为 如果没有驻军啊 你派六个军事顾问来得干嘛 搞不好是来验收的都有可能 来看看台湾的金门实际的战斗的状况 因为在两岸这个正常化往来之后 金门的驻军已经大量减少 目前大概只剩下两三千人哦 本来是好几万啊 都已经调走了啦 而且坦白说啦 我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国大陆 如果真的要发动那个两岸的战争啊 他们金门马祖会直接跳过 不会打 不会打啦 因为你把台湾打下来 金门马祖就自然就是你的嘛 那金门马祖你去打 反而先闹起了一个国际动静 然后让外力直接进入台海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可能那么笨啦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侦察性质居多啦 而不是战斗性质啦 就是第一个来了解 台湾的金门的状况 然后 这个 然后看看有什么侦察方面 美国可以补强了啦 大概是这样 可是他不是驻军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改变现状 这个就是有灰色地带 就是中方一定会去抗议啦 可是美方就说没有啊 这不是驻军啦 这个是随时不定期派去看看 然后就回家啦 然后你如果要问说这个是不是现役啊 他搞不好就跟你说他不是现役 因为事实上我跟你讲啊 真正进驻看官兵 那个看那个士兵的训练是在台湾本岛啦 事实上华尔街日报早就独家 这个报导过了嘛 就是大概会派个 一两百人来吧 那现在台湾的义务役 还有那个这个后备军人的授训也开始了 那他们事实上主要是来编写训练教材用 就是我们叫教案啊 就是单兵训练的教案 要写出那个SOP啦 那因为他不能直接搬美国的来用啊 可能台湾不一定适应啊 所以他就是要看实际状况 然后要跟台湾联合编写出这个 单兵的训练的教案 应该是属于这个性质啦 教学性质也不属于你讲的那种 培训培训不只教学 培训也要培养教官 台湾的教官 那写出教案 那就希望台湾未来就根据那个 这个教案来做这个部队的训练 那可能也会逐渐跟美国的盟军 用同样的这个基本的教材啦 然后未来可能是指管通勤也会接上 就是把你比照为盟军来训练啦 就有这个味道 好刚刚亮哥从美国的角度来入手 那就是在打灰色地带啊 但是刚刚图大家也看到了 为什么三妹选了那张图啊 这个小男孩指着那个小女孩说了一句 I'm not touching you 你看你都指到我脸上这边了 那你觉得中国在现在的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还是会注意 这就是性骚扰的照片啦 对啊 这个侮辱性极强有没有 那亮哥觉得就是说 现在我看了大家的一些评论 都觉得说到金门就是不可以再忍了 你还要忍到何时 那你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如果是真的要回应的话 还是不是会以那种太强烈的方面来回应 美国刻意低调 中国还是跟美国其实有互通的对吗 军事我不认为在这么低阶的地方需要互通啊 我觉得你如果说是美国军机侦察机的抵近侦察 或者美国的军舰靠过台湾海峡这种有互通啊 这种肯定有啊 可是你如果说是到金门交使用风行无人机啊 到台湾本岛训练单兵作战啊 我认为这个太low了啦 这个不会互通啊 这根本不是战略层次是战术 而且是很低阶的战术啊 这个完全是要让台湾的军队比较像样 美国就认为你很不像样 所以就希望用他的规矩来训练你 我觉得比较接近这样啊 那这个犯不着去跟中国大陆打报告嘛 这个太奇怪了 太低阶了对对对对 对啦太低阶了啦 有的大概都是比如说我卖给台湾什么武器啦 那你会怀疑嘛 所以你这个是不是过头啦 中国大陆对每一个军售案他都会看细节的啦 那比如说人家就会去看F-16V要装什么导弹 那这个中国大陆就会非常注意啊 因为这个牵涉到射程嘛 那联动到中国部署的一个设计啊等等啊 我觉得大概都是这一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有别于过去的装备啦 那或者有别于过去的美军的一种不定期的进驻啦 或者是说台湾参加了什么以前没参加过的会议啊演习啊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道路才会注意啦那当然美国也不会主动告诉你啦 是被你发现之后才来跟你解释啦大概是这样